4月24号,香港法院对非法占中案各罪成被告进行宣判,其中四人及时入狱。 当年直面非法占中的前警戒一哥,时任香港警务处处长的曾伟雄,24日接受记者独家专访。 谈及非法占中,曾伟雄表示,香港的成功就是他的稳定,如果没有稳定,那就什么都没有。 2014年,非法占中发生期间,曾伟雄带领香港的数千警员加班加点,日夜守护在香港的各个地方,对于非法占中的感受很深。 他表示,这样的行为容易令香港的不守法一事蔓延,破坏了社会秩序,危害了香港的公众安全,而付出代价最大的,是香港的普罗大众。 当天,非法占中的主要人员被判刑,曾伟雄认为,判决结果戳穿了非法占中者的谎言,也是香港法律精神的体现。 同时,他也提醒市民,要认清事情的真相,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。 从这个方面,希望西民在这个日后参与有关的活动,真正要真正正正的了解一下这些所谓运动这个背后,这个动机,和他们参与的理念,是不是合理呢? 透过这些法院的判判,对于西民来讲,应该也有一个谨审的作用。 曾伟雄怒斥违法达议的说法,他表示,没有任何事情是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的,香港今天的成功得来不易,如果没有稳定,那就什么都没有。 香港得以成功,就是它的稳定。 过去几十年发展,都是稳定是一个很关键。 要是你破坏了这个稳定呢,香港是发展不起来的。 要是有人再跟我说什么违法达议呢,我会急吃吃飞,很一线。 当时,甚至于现在,还有一些熟识法律的人,还在说着这谎言,我觉得是非常不负责任的。 你就要看其他地区没有了稳定,它什么都没有。